他们曾经两情相悦 再见面时 却一个儿女成群 一个孤独终老 那是1923年的春天 陈毅在重庆担任新属报主笔 湖南齐是四川妇女联合会的主要领导之一 两人一开始并没有交集 直到湖南齐看到了陈毅的诗文 很快 两位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聚到一起 每天有说不完的话题 但当时二人的关系仅限于好朋友 两年后在战友的介绍下 湖南齐与川军第三师政治部的陈梦云结婚 当时陈毅也在该政治部工作 三人时常聚到一起讨论时局 1927年陈毅决定东征讨奖 临走前他向两位好友告别 湖南齐也听过蒋介石的所作所为 所以他十分支持陈毅此番行动 为此还专门为他准备韭菜践行 后来湖南齐在与陈梦云的生活中 发现丈夫思想过于保守 最终选择离婚 而湖南齐也在上海开始了自己的一番新事业 那么在这之后都发生了什么呢 陈毅与湖南齐本情投意合 为何最后没走到一起呢 1937年松户会战爆发 日寇在上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湖南齐一腔热血 在上海成立了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 积极邀请女作家加入服务团 1938年初服务团来到南昌 与此同时 陈毅和向英筹建新四军 时隔十年的重逢 让二人喜出望外 故诉忠常 湖南齐提到了自己离婚的事 陈毅也提到了两位妻子的遭遇 在之后的朝夕相处中 二人互生情愫 可遭遇两次丧妻之痛的陈毅 不敢再提婚假 后来还是湖南齐主动表白 二人才相互表明心意 可就在陈毅向组织申请结婚时 向英却认为 湖南齐应该继续留在国民党 方便日后的工作 为了革命事业 二人只好将爱情放到一边 但也定下了三年之约 如果三年之内不能结合 就各自自由 互不干扰 那么后来都发生了什么呢 她是民国女将军 曾为革命事业 放弃了自己的爱情 最终孤独终老 成为一代传奇 在结婚申请被拒后 湖南齐在国民党内努力工作 还在1939年 被蒋介石任命为少将指导员 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湖南齐利用职务 为抗日统一战线立下大功 而在她的心里 也已经打定主意 此生非陈毅不嫁 然而三年转瞬即逝 当她在得知陈毅的消息后 一中人早已找到了 真正的伴侣张茜 并且二人已经孕育了子女 此时的湖南齐也明白 二人早就没有可能了 虽然不能永远的在一起 但湖南齐也在关注陈毅的消息 在听到国民党放出的 陈毅已经毙命的消息后 湖南齐担惊受怕 直到全国解放 湖南齐始终把心中的爱意 深深掩埋 从此以后 再未出现在陈毅的面前 而她始终截然一然 为工作兢兢业业 1994年12月 湖南齐老人因病去世 向年93岁 让我们一起向伟大的革命先辈致敬 下期再见